有一个成语叫浑水摸鱼 台当局现在正在干的事就是努力把水搅浑 据环球网11月2日消息 台海巡署发布公告 称今年太平岛实弹演习 将在11月21日到11月23日举行 海巡署还表示 预计将一岛上的各项武器 对水面实施实弹射击 危险半径约沃海里 太平岛作为南沙群岛中的最大天然岛屿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 目前由台湾省实际控制 高雄市代为管辖 防务则归海巡署负责 太平岛一点都不太平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 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就疯狂侵占南海岛礁 越南已侵占我国南海29个岛礁荣登榜首 但贪婪是没有底线的 他还声称西沙和南沙两个群岛 包括太平岛也是他的 这些年 只要台省在太平岛上有一点动作 越南都会跳出来抗议 针对台海巡署 在太平岛上的实弹演习 越南甚至叫嚣两小时攻占太平岛 毫不例外这次越南必然又会借机争事 让渐区平静的南海再起波澜 这一次台海巡署把实弹射击演习时间 定在岛内就合一群举的前一天 虽然他反复强调演习没有任何政治意味 都是常规例行演习 但此地无银的意图十分明显 岛内媒体痛批 当局在卷前一天搞实弹射击 并不是为了南海主权 而是为了岛内选举服务 10月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应述美国数名国防官员报道称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提出机密计划草案 准备在11月实施全球性军演 并领在南海和台海附近等区域 进行为期一周的军演 将派军舰与战机通过南海与台海 宣示在国际水域的所谓自由航行权 太平岛实弹射击演习 与美军的军事行动遥想呼应 越南也借此横插一脚 必然会引起大陆的强烈反应 南海的水就这样成功被台当局给搅混了 如此一来 对选情不妙的民进党来说 可能就是一个机会 当年陈水扁选情落后 两颗射向他的子弹 非但没能要了他的命 还使他逆势登上总红宝座 这一次台当局如果操作得好 也有可能对卷情有所帮助 是因为台湾的民进党来说 有所谓的称之后 是因为台湾的民进党来说 有所谓的称之后 是否判断的时候 有所谓的称之后 我现在在太阳的称之后 也有所谓的称之后 听到有所谓的称之后 这次是一位